哈嘍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六七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天梯觀戰系列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陣營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CC在本次改版中呢也是苦主之一 最主要的改動就是他受到額外傷害降低33%這個特性 原本是50%嘛 那這邊被降為33%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他這個改動是不是有合理的 所以我調了一場西西里的高端對局 最上是一索比亞人 那我們就來看這場比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西西里的文明特性 步兵跟騎兵的文明 一開始的石料是加100還不錯 這個讓你在生成的時候如果你有留著你也可以直接開TC 再來的話城堡跟市政中心建造速度提升100% 跟這個四代中國一樣就是很像 村民建造這個 市政中心會比較快 所以你經濟也會相應的比較快 因為你市政中心提早完成 你代表可以早一點的研發這個生產村民 都會增加這個採集速度的 那就是他的陸地軍事單位 除工程器之外受到額外殺傷 降低1% 降低1% 也就是說像幾兵 戳這個騎士 戳騎兵 造成額外殺殺傷就只 就會降低1% 就會降低1% 原本是降低1% 那現在只降低1% 我相信應該是從後台數據看到一些端尼亞 算說CC裡好像一堆人都覺得他蠻弱的 可是我自己看了 CC裡的比賽 我不覺得CC裡算是一個什麼 很慘弱的文明 可能 剛好看到CC裡打的都還不錯吧 我也不確定 總之 他是被NRF就對了 呵呵 好啦農田升級提供100%的額外食物啊 這個也不錯 就是你研發那個 哎這個 受根技術 別人加75你就加100 5 就類似這種感覺 反正就加100%額外的 城樓可 呃城樓會取代料望塔系的話 就這一個 嗯那他的城樓 當然是比較貴的 不過他相應的 數值都比較好嗎 包含血量攻擊什麼的 就是都比較好 而且他可以 自產這個薩金特衛兵 城樓 前期如果要做一個比較重度的防守 城樓也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銀貫金貫科技 分別看到的是十四軍東征 那這個以前這個戰術還蠻常見的 就是在對方家裡附近蓋滿私生中心 最多5個 好這還NRF過 以前 這裡是十個吧 我不知道最多幾個私人中心 忘記 是不是一開始就五個了 一開始我記得有 十個薩金特衛兵 現在是七個 最多有五個 所以如果你五個私人中心都有產這個 薩金特的話呢 就35個薩金特衛兵 就 很多 一時之間會等於是爆了大量的單位出來還不錯 那鎖子甲其實也是很屌 西西里的鎖子甲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西西里 我在猜應該是因為他的鎖子甲搭配這個 額外殺傷 就是額外傷害降低50% 原本搭配這個鎖子甲實在是太硬 因為 就算幾兵戳他呢 額外傷害降低一半就算了 他的進程護甲還額外再多加那一點 那你打起來就是 硬上加硬 更不用說你要拿遠程去打他的騎兵 他的遠程護甲還有加二哦所以 沒比他有道理 不過反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嗯運輸加成就運輸船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就算海戰也很少看到運輸船的哦 我覺得二代就是 運輸船 統計一下到底比賽出了多少次這種東西 可能團戰吧我不知道 但1v1我是從來沒看過 科技來看一下射箭廠沒有拇指環哦 然後工兵線偏爛但是他有強弩兵 他有強弩兵只是沒給到拇指環而已 不過強弩兵也是有的 所以其實要打也是可以打 硬硬的話 看一下全科技什麼都有 馬就少了匈牙利 少了遊俠剩下也都有 畢竟 他有這個特性所以 這些科技線有時候還是會稍微的 nerf 一下的就是平衡一下這個 比較有特色的部分 沒有火炮 但工程器 是全滿的 除了火炮之外的都可以升到最高 但最有效益的應該還是重型衝撞車 這個一千十五就可以升級 相對是比較容易一點 兵工廠工兵少了三甲 剩下全科技 所以這個西西里騎士是硬上加硬哦 他有鐵鎧 再加上自己的鎖子架 所以他帝王時代可以加四點遠程 跟兩點近戰 超噁好超噁 大學科技就比較脆弱了啦 沒有躲牆沒有建築學 劍塔也被取代掉了 然後沒有魔方水車 不過他本來自建造那個就變快 就是沒有也是正常了 再來看到修道院爛爛上加爛 沒有救贖思想 不過神聖跟宗教恐熱還是有的 如果有必要必要打一些 聖旅防禦的話呢 神聖思想還有就沒什麼差 我在想有什麼文明沒有的 其實大部分好像都有哦 沒有沒有特別記哪文明沒有 有看到再說吧 然後經濟的話沒有雙人劇 剩下都有 這是我們的西西里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 有工兵文明嗎 工兵的攻擊速度是比較偏快的 所以伊索比亞打工兵戰術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我覺得如果你都選伊索比亞要打比賽了 沒什麼太特殊的情況 你的預設的戰術應該就是要玩工兵 百分之十八呢 這很快啊 而且是免費的 而且每升級一個時代 就給你一百黃金跟一百食物 這個在黑暗升風劍是意義比較大的 因為你黑暗升風 這個額外給你黃金跟食物 你可以等於是說你生成的距離又更近一點的 而且重裝長槍兵的升級是免費的哦 這一點在對抗騎兵文明其實算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 你的重裝長槍兵其實也要兩百多食物吧 就是不要說那個好像沒什麼 這個在封建時代也是不小的開銷 你們升級真的是還不錯 萬刀勇士有必要的話 有時候會看到因為 只是跑比較快的民兵 他應該是攻擊力比較高的 對 移動速訓練速度快 移動速度快 然後攻擊力也超高 有十六點傷害哦 對沒錯 對就是都很快 銀罐金罐的話 要訓練萬刀勇士的話才會研發 黃族血脈 不然就是扭力彈射器 功能所謂的轟炸範圍變大 投石車就變強 對伊索比亞也是可以玩這個 投石車戰術的 也是有看過 那劍塔跟哨戰士也加3 OK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伊索比亞的文明 那個科技好了 找了馬凱3吧 而且有火炮哦 所以伊索比亞也是可以打蠻強的工程戰 好我們來看一下前期的 兩邊對義是怎麼選擇的 目前主流 就是封建十九村 上封十九個村民 以前最早最早的二十二批 現在已經進化到十九批了 OK 這張應該阿拉伯吧 阿拉伯 流程的話 我覺得如果我在帶畫面 你有仔細看背景 應該都都是有看到的 現在果樹就比較偏晚開 那打木一樣會開到四個 然後就是優先先把打獵 先補到 先補到 先補到這些村民 大概幾隻 十隻 十一隻 對不對差不多 然後就把果樹補到四 接下來就是圍城 看你要不要圍啦 如果你要踩主動進攻 你也可以不圍 像伊索比亞這邊 優先先派民兵出去了 民兵 封建前壓 看這一波能偷到什麼東西 但西西里這邊也是提早在牧牆 西西里 西西里圍的比較小膽一點 他沒有圍的很大圈 就是差不多在這邊圍起來 而且伊索比亞 已經用刺猴看到他的圍城了 一個村民 你這個村民這個時間 那個民兵的時間點 應該都擋不住啦 就一定會被走進來 如果你要圍大圈的話 你如果圍大圈 前期的民兵是一定能走進來的 所以不用想 就是要看你怎麼去應對 這邊有 赤猴的話是會操作可以擋一下的村民 會不會再操作一下 沒有 而且 伊索比亞這裡是沒有去採那個 十點黃金的樣子 所以他只生了兩個名兵而已 他沒有要 直接三名兵欸 就是只有兩名兵 就是騷擾而已 但 說騷擾 這個村民該不會被殺死啊 哇 虧 虧爛 虧爛 真的虧爛 這村民一開始就死了一隻 這採集效益 大打 大打折扣 而且還拉了三隻村民出來 這前期的騷擾 我覺得蠻成功的 喔 又死一隻 這個 nice 喔 這西西以前期 就直接死一個赤猴兩個 兩個村民 呃 民兵雖然 死了一個跟也死了一個赤猴 但是 也殺了對方兩個村民 而且對方 為了要打他還拉了村民出來 所以這一波 我們宣告的是這個 伊索比亞這邊是優勢 喔優勢目前 你看喔 西西里已經圍得很小心了 他已經圍這麼小圈了 還是來不及喔 那個現在這個流程做的是很快的 你真的要拚的話 就像伊索比亞這邊就指派了兩名兵 衝過去 直接就開始騷擾了 伊索比亞這邊圍成也圍得非常有意思喔 他圍得也是極度的貪心 這個車圍滿大圈的你看 那個牆壁這樣圍 因為他剛剛在進攻嘛 所以他那波進攻也沒有說要打死他 就是騷擾 這邊圍 旁邊圍牆你看這樣圍 圍得超級多的 這個村民也要花蠻多工作時間的 但因為剛剛殺了兩個村民的關係 這伊索比亞村民是小幅度領先量 對 而且 比較晚升風啦 但是因為他村民一開始準備的比較多 他比較晚上封建 上了射箭場 有在採黃金嗎 有這邊有在採黃金 所以會殘小公吧 小公在照了 而且是直接直上城的一個打法 直上城 因為剛剛那個兩個民兵騷擾 算是滿成功的 家裡就是全力發展經濟 因為他這個是直接上城堡的配置 雖然他有補射箭場 但是 主要他 在封建停留的時間比較 黑暗停留時間比較久 目的就是要把村民先補上這個 沒注意看要不要二十六還二十七吧 沒看沒注意看 剛剛有點漏掉了 反正就是這個村民樹 不會特別找上封建 因為你找上封建 你的經濟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先把村民 先產出來你上封 你在上封 這中間的經濟產出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 通常直層 都不會 在 那麼早 就升上去啦 就是村民樹還不夠多的時候 這樣會比較穩一點 升上去的經濟也會比較好 好 那這裡看一下 西西里 直接 直接爆赤猴欸 我剛才沒注意看 西西里家裡 上了一個城樓 大手筆了 正面直接圍一個城樓在這裡 這邊就直接 上十強了 我天 哇 西西里剛才被打帕子 這十強直接上欸 這踩石頭了 OK 那赤猴現在 西西里是直接拉了一房 在封建時代 直接拉一房 而且他已經知道對手是 直接跳城了 那等一下要面對的就是弩兵 這裡上城的話 伊索比亞 當然現在 村民樹會落後 但是 他相應的在封建 在黑暗時代的 那個 停留期 就是讓他可以快速上城堡 好 利用在二代裡面 時代差距的兵種優勢來打這個 打自己 打出自己的這個優勢啊 因為 你上城堡你就有弩兵嗎 城堡兵 一定比封建兵強 而且 還強不少 就像城堡兵上 帝王之後 升上去的兵種也是差蠻多的 伊索比亞這邊 開了一些小部隊往前衝 家裡的話 上 市任中心 看人家開了幾TC 目前就開了一個TC 那伊索比亞升級 你看免費給重裝長槍兵 超讚的好不好 超讚的 他只要專心升這個弩兵 然後升他的科技 剩下就是補一些長槍兵跟著部隊走 這些赤猴也不太可能跟他正面硬扛 這邊要試著突破伊索比亞的側翼 這樣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裡要記得鎖定木門 如果你 在打對戰的話 記得村民維修要鎖定木門 二代的優化沒有那麼好的 就是 他有一些操作你是必須要人工自己去處理的 不像四代這個木門 木門是穿不進來 你要是不小心 二代這一修門 一靠近那門一點開 那就衝進來了 這個赤猴衝進來 我告訴你 伊索比亞可以直接投降 世紀帝國就是你可以 一面牆不見你就輸了 這邊只要一個強迫的衝進來 這村民全死 沒得打 不過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伊索比亞的 努兵也是拉到前線的 而且因應他沒有要 跟對方做衝突戰的關係 他覺得他 因為他現在是 攻擊力優勢 射程優勢 所以他不升防禦 他是先升兩攻 先升遠程兩攻 這邊騷擾應該算是蠻成功的 那西西里這邊就完全失敗 完全沒有衝進去 所以目前看起來 伊索比亞 依然是佔據了優勢 村民術兩邊都是41 因為西西里這邊也在升城堡 那等一下應該會有 伊索比亞這邊的經濟會比較領先 因為他這邊已經是雙TC在運作 等一下應該會再開個TC吧 不過因為升了蠻多工兵的關係 這個努兵會吃掉不倒木頭 木頭也會相對比較吃緊一點 這配置可以看一下 肉的話維持十個村民 就是為了因應那個 兩TC運作啦 就你最少要讓兩TC的村民不斷村 所以你還是要最基本的村民的採集 這個食物還是要有 不然你斷村的話很虧 資能中心蓋下去就是要時間恢復 這邊有12條的赤猴想要回來救了 這裡打超久的 這拔木區直接廢掉 不過還好這邊木頭區都還算多 這有層樓支援也算安全 所以伊索比亞這一波推進呢 小小的干擾 但不至於到非常巨大 而且 乳兵塞在這個角落裡面 還有兩個重裝長江兵 這些赤猴暫時應該也不敢進來 而且上城堡之後呢 奇西里應該會順便拉成清奇兵 成本也不高 都這麼多赤猴了 不拉清奇也是浪費嗎 你看這裡 好清奇也是正在研發當中 這邊有一個沒蓋完的防射 不過護甲還是蠻高的 也不是那麼好拆掉 奇西里上城一樣先升市政中心 六個村民蓋等於別人12個 所以這裡市政中心蓋的速度是非快的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經濟損失 經濟損失都可以省下 因為他建造速度比較快 這裡還在噁心人 對不對 這弩兵反正我也跑不出去了 我就站在這邊 我就站在這邊 還把房子滴掉 這個西西里受不了 他要衝進來 看一下 這個又有一個樹林窄口 ok 走裝長江兵打西西里 還是有百分 就三十三分之一的減傷 就額外殺傷的三分之一 會被減滅掉 所以其實打這些 西西里的騎兵 已經沒有到那麼的優勢 原本五十就真的很多 感覺這麼一想 感覺原本百分之五十也是真的 蠻多的 尤其是西西里現在都是 索子甲騎士的時候 哇 那那不得了了 不好打真的不好打 一手比亞一樣出他的優勢兵種弩兵嗎 那現在就是清奇逛街的時候了 有機動力抓這些不公 好極度的舒適哦 沒有太多的問題 分明數現在是五十八對四十六 一手比亞這邊開到三個TC了吧 三TC在運作當中了 非常好 你既然經濟領先了 就不要忘記繼續補TC 那當然西西里這邊為了要追上對方經濟 也是開了四TC 三TC 我覺得他可能等一下有可能會直接上到四TC 有可能 一手比亞家裡還有一堆弩兵 這邊在家裡防守沒有出來 嗯 有點意思 因為外面的弩兵要被打死了 不要忘記了 清奇去換弩兵也是蠻優勢的選擇哦 因為清奇夠便宜 他只要肉而已 他遠防自帶兩點很高 所以他是專門殺傷遠程部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就像對方馬弓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也是用清奇去打 後期的時候 馬弓用清奇去打也是很優勢 主要就是他夠便宜 性價比好 交換的效益高 所以他的兩防 自帶那個兩防減傷再加上你的兩 兩級馬鎧 就直接加四點的遠防 就變四點遠防 很多哦 伊索比亞家裡開了3TC 然後家裡的軍隊戰士沒有出門 我們看一下伊索比亞這邊應該是要等彈道學 還有更多的軍隊再一次出門 這裡的弩兵一直沒辦法處理哦 他決定出投石車來教訓他了 宅口 塞宅口的這些弩兵就是欠這個工程器教訓 我們看一下 應該是逃不了了 不用操作了啦 這應該伊索比亞直接放棄了 這沒得逃了 投石車出來你也不用閃了 這個小軍隊打完之後分數直接持平哦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現在才是真正的對役時間 村民的話依然是伊索比亞這邊領先 但就部隊組成來講 其實西西里現在只有清奇的話不是很優勢哦 他還是在升他的騎士嘛 騎士才是為主 然後順便再爬家裡的經濟 伊索比亞這時候才出輪軸是不是有點太晚了 我覺得輪軸出的稍嫌晚了一點 這個對經濟影響到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我認為還差蠻多的哦 這輪軸有點拉得太晚都已經七七村了 可能是有點忘記了不太確定 應該沒有那麼極限吧 因為輪軸也沒有到很貴 我看一下輪軸多少錢 所以輪軸沒有到這麼貴吧 175的食物跟50的木頭而已啊 我們應該看一下 等一下再看一下 應該他可以加快村民移動速度 每趟都可以多帶25%的資源 也就是說當你到後期之後 你看這個村民的移動 他在採集的時候這個移動的範圍 其實都可以增加不少的時間啊 就是增加不少的採集量啊 當然現在因為他腹地比較小的關係 可能他也是有考慮說 也不需要那麼早生 不過我覺得輪軸到七七村拉也是偏晚的 對經濟還是小有影響的 好 鍛造技術也在拉 現在自己也知道 長槍兵也是需要提升一點攻擊的 看到對手 西西里這邊是直接強打騎兵的戰術 伊索比亞 布公加上免費的重中長槍兵 這組合其實還是不錯的 但西西里這邊分數是慢慢的在反超 我還不太確定為什麼他 看一下西西里是不是4TC了 3TC 3TC但村民這邊追的有點快喔 那代表伊索比亞這邊有斷村 伊索比亞剛剛應該有小斷村 我記得沒有差這麼少 這樣被追上的話 其實有點不太妙 而且西西里現在軍隊的 機動能力很好 還有兩台投石車 這樣對伊索比亞來講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應對欸 現在來迂迴繞 等一下這裡 不要不要不要 哇 你看這個分段的一樣阿 不小心還是會出事的好不好 這投石車不行阿 要嘛坐投石車去打 不然就是要靠那個機動單位阿 你看西西里 站一個上坡 這個重傷長槍兵戳 雖然也是能打得不錯 但是其實 減百分之 三三趴的這個額外殺傷 其實就是有差喔 你看 剩下來這些騎士 有些都還蠻血的 就交換比就不好阿 就稍嫌偏差阿 但你能怎麼辦 你也是只能拿長長兵去打對不對 哇這個投石車 我 伊索比亞操作稍微的 沒有很好阿 應該說跟對方比的話 確實還是有點落差 因為對方不需要太多操作 等他轉彎弩兵 操作沒有操作過來 你看這個投石車 基本上 沒幾發就打到一次 其實也是很傷阿 這個弩兵 哇 真剩一個重傷長槍兵戳不爛阿 分數還是勉強的拉在一起阿 因為西西里的騎士其實也是死光 就算 就算 伊索比亞這裡就是長長兵打他會被減傷 但 終究騎士還是比較貴的單位喔 交換性價比一定都還是比較好拉 只是 如果是其他文明的話 這個西西里這邊已經虧爆了 因為他騎士剛剛死了不少 而且是被長長兵換掉的 那西西里的話就會比較好一點 但這兩台投石車真的是有點 有點 惱火 有點惱火 比索比亞決定出來這個小高地造城堡防守了喔 受不了了 這長長兵要被騎士吃完了 而且還沒損都要血好舒服 太舒服了 所以我覺得西西砍這百分之 就是從五十趴降到三十三趴我感覺是 有他的意義在的 可能是現在被開發的 鎖子甲騎士實在是太多了 就被稍微的nerf了一下 其實還nerf不少阿 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三 那額外殺傷我記得幾兵戳騎士都還是扣蠻多的 那百分之三十三真的 算是扣蠻多的 不過還是不錯阿你看 這騎士過來搭配投石車 一開始投石車也都還在耶 這城堡要修感覺也不容易 而且還被抓到了 但側翼這邊 伊索比亞也是有派軍隊在側翼 要想做騷擾 所以正面的軍隊就變得偏少 這給西西里有一波很好的偷襲機會 這一波打完 哇 正面這邊沒有擋住 而且最慘的是他城堡沒有修起來 這些弩兵其實完全沒有占到太多便宜 完全沒有占到太多便宜 因為你看西西里家裡的防禦 做的是非常的足 這邊村民拉掉就好了 那前線這裡 西西里的騎士現在 數量雖然不多 但因為伊索比亞正面的軍隊 目前也不是特別的抗打 而且還有兩台投石車都沒解決掉 伊索比亞這邊沒有要跟著上 投石車嗎 沒有 伊索比亞在升帝王了 沒錯 看一下在哪一個建築生的 伊索比亞在這邊 準備已經帝王快要上去了 所以 OK他沒有要跟對手去拼城堡 就是做騷擾而已 但騷擾也沒成功 家裡還是先防守 這些中藏兵直接圍上去 哇西西里這個鐵頭是不是 直接硬硬砍嗎 我覺得還是不要啦 哈哈哈哈這些騎士 哇靠 這騎士超多的啦 好要對插城堡了嗎 伊索比亞這邊也是搶村民出來蓋 但是伊索比亞只派了7個村民 不要忘記西西里這裡是100%的城堡加速建造 哇靠 你們怎麼贏 這裡有12 15個村民就等於有30個村民 這城堡瞬間拉完 去了 去了 哇這一個城堡傷了 這騎士直接一波硬上 頭車先砸一下自己的騎士 證明我騎士非常的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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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那伊索比亞 看一下 他重裝長量兵是升級免費而已 所以他升級兵也是要自己研發 所以我看到他已經升級級兵了 不升級兵啊 也不能打啊 而且這城堡完全沒有辦法修啊 他的拉村民出來這邊超虧的啊 而且這個已經蓋到76%了 就算退掉也是會虧很多資源 這裡直接被西西里一個前置搶城堡 哇天 15個村民欸 你看這城堡 修的速度有多快喔 而且這級兵應該媽硬打了吧 那 硬吃啊 我堂堂希西里騎士 我會怕你的擊兵 不怕 好硬吃 嘿 吃的爽爽 喔 哇 伊索比亞這裡 感覺有點糗喔 有點糗 他的弓兵現在 打這個騎士完全沒有優勢之外 他的擊兵現在又被對手的城堡給壓在家裡 經濟又被 持平 那剛剛那些軍隊損失的話 就變成是虧掉的 因為西西里這裡的騎士保存的都還算是不錯 甚至西西里這邊打出了全套兵表了對不對 全套特色單位 薩金特衛兵也出了 65第一血 8加1的攻擊 然後兩防都很高 薩金特衛兵的特點就是 防禦非常的高喔 你看近戰跟遠程的防禦都有3點自帶的 所以外面的石頭也是被 騎士直接處決了 沒得踩了 騎士雖然是比較晚生帝王時代 但是現在生帝王時代之後 伊索比亞這裡也沒有 就除了幾兵之外也沒有特別的帝王兵 幾兵剛剛也是直接被硬撕掉 那當然這裡的城堡 有巨頭了 應該也很難守住 但自己的城中這邊也是掉了 來看一下上面的決戰 騎士面對的是 弩兵還不是強弩 因為現在強弩升級的備用也變貴了 有可能是這個關係 因為現在升級強弩被nerf 現在要455跟400黃金 再這麼緊迫的交戰下 你看伊索比亞的資源是很吃緊的 所以這個強弩有沒有影響 我相信在這個時候就會有影響 他的強弩時間點就變偏晚 你看到現在帝王時代了 這麼久了 之前版本可能早就強弩不到幾隻去了 現在只有弩兵 這幾兵都不怕 然後直接硬吃 再囂張這個騎士等下下三波 但是西西里等下上去之後 應該會直接拉重中騎士 薩金特衛兵看起來也不少囉 看看薩金特衛兵 哇 十六隻了 三加二的防禦力 兩防五點 哦 五點欸 強弩兵射一下才五傷害 他射超多次欸 十三次才死掉 哇 一手比亞是怎樣 摔到不行還是被視野掌控 我覺得他被視野掌控 因為這邊都有哨戰 這個上來蓋城堡就直接被打死 所以西西里這邊 視野掌控是非常的好 看這邊一砍 伊索比亞領先的村民又沒了 好ok 這邊拉出來修城堡 哇直接被被幹掉了 這邊一波交戰 直接被薩金特衛兵給處決掉 剛剛沒有帶到這邊的畫面 不過這邊的結局就是 呃 伊索比亞的 主力在這邊出來 然後被薩金特衛兵直接一波吃掉 這邊的話就在騷擾吧 那前線的話 伊索比亞也是派了一個小 一小撮的強弩兵在這邊做騷擾 感覺 小有成 小有收穫但好像還不夠 因為後面 後面這裡薩金特衛兵 伊索比亞沒有東西打他 他現在出幾兵是完全被這民兵線克死了 呃城堡應該還是會被射死啊 因為他血沒有那麼多 哇 西西里的重裝棋已經出來了 2加4 6點的遠方 6點的遠方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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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現在宰口應該也塞不下去了 要被硬吃了 伊索比亞現在大概差了兩千分左右囉 而且自己的城堡這裡感覺也要守不住了 在自己家裡被對手兩個巨型頭機拆掉 這時候要出來解決一下 那右邊這裡伊索比亞還是派了軍隊要應修這邊的一個城堡嗎 不然沒有高地堡很難防止上路被推進 現在只能用強弩兵硬打了嗎 這頭子車從封建活到現在 欸從城堡活到現在欸 這兩台 應該沒死掉吧 我看這兩台從頭到尾都活著 現在還在跟美洲暴打架啊 可憐 哇西西里這正面 這正面軍隊 超多 而且西西里家裡這助列全部挺了是怎樣 西西里家裡什麼都不照了欸 他已經覺得我這個軍隊夠了是不是 經濟也不用補了 然後他說我現在這波軍隊我看你要用什麼打 喔這兩台頭子車 真的是有夠扯的 他派一個村民過來修 還可以升龍火虎的 這強弩真的 一點反智能力都沒有 這全部都硬得要死要活的 這要拉 金瑞的薩金特衛兵欸 看一下等一下升上去 欸死掉了 還有薩金特衛兵在這裡 金瑞的直接加20滴血喔 攻擊來到了15點了 而且防禦來到 4加了6點 伊索比亞直接拿村民出來砍了 他近戰單位整個發揮不了作用 這裡看一下已經被 西西里繞了一波騎士進來了 這裡 沒救了 這邊剛剛完全沒有 發現到或怎麼樣 這個沒有阻止到 西西里的騎士直接衝進來了 他甚至鎖指甲都還沒拉完 看一下 十字軍東征 OK不是那個 十字軍東征 哇 哇 家裡 伊索比亞家裡已經是被 西西里的重傷騎士給洗臉了之外 這個 市任中心 產了一大堆的 金瑞薩金特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先拉薩金特 金瑞的原因 八點的遠方 八點 八點 他射下去才兩點傷害而已 但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他家裡已經是爆炸了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前線 他應該 打不打也沒什麼差 這村民術已經開始 銳減了 你看西西里家裡的重傷騎士 伊索比亞光靠這個 幾兵衝到家裡 感覺也防守不太了 就是走太慢了 回來都已經 家裡都已經空掉了 可能還是要在家裡上個城堡 然後 邊防真的要顧一下 因為西西里這裡的 騎士真的是很硬 就是重點 你怎麼出這個幾兵去戳他 那就不是痛到哪去 被罩背真的是很痛 這邊剛剛是沒有發現到吧 因為如果有發現到 這邊把那個農田滴掉 直接拉建築 應該是守得住 可惜就是沒辦法發現 這有時候後期被偷襲 還是很傷的 真的沒有辦法 伊索比亞這邊還有34個強弩兵 他覺得 感覺數量是有點不夠多 這裡有 薩金特大軍 精銳薩金特大軍 超高的遠防 我的老天 八點遠防 近戰也是 七點的近防 有夠 有夠硬 這黃金還沒得採 被西西里的 四人中心直接控掉 這要直接被 薩金特硬拆了嗎 感覺要是了 薩金特直接一波 圍著城堡 好幹 而且沒有那個 城堡射孔的話 是沒辦法射孔一下 伊索比亞怎麼打 我覺得伊索比亞現在 經濟又 剛剛爆炸了一波 這邊雖然村民有稍微補回來 但是 剛剛那波還是有傷的 而且這裡又沒發現 先拉進來 中型投石車都出場囉 四台中型投石車 丟下去這整片強弩兵 就直接灰飛煙咪 這薩金特衛兵 48個薩金特衛兵 在打上路 這個拿什麼打 騎士嗎 感覺都會被砍死了 這金銳薩金特衛兵 你大概不拿弩炮 或者是投石車丟之類的 弩炮吧 用什麼單位打都打不太過 他移動速度也不算 欸應該算普通速度啦 是也沒移動 移動特別快 但是太硬了 你看這衝進來 伊索比亞這些 級兵打怎麼打得過 這薩金特爆 薩金特流氓欸 哇靠 這是真流氓欸 現在應該這 現在七七里就A過去就好了啦 這個軍隊 所以本身應該就沒什麼特 沒什麼好怕的 他就是平A應該就贏了 因為伊索比亞這邊也只剩強弩人 他為了擋上路也是派了一些幾兵去防守 可是下路也只剩這些強弩人 喔 投石車這裡 還被解決掉一台 難道是被巨頭丟爆了 他不然看到有一台那個 中型投石車突然爆炸 上路這邊可能守得住 但下路這裡 下路這裡薩金特沒有對手啊 就是 誰能打得過他 後面這巨頭 這巨頭 這巨頭啊 這三台 這起來中頭 四台 五台 五台 這強弩兵 感覺就像一群螞蟻而已 砸下來砸到就結束了 就算不砸到好了啦 薩金特直接點這個強弩 你要怎麼A死他 這風箏你能風箏多久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喔 被那個火炮丟死了 那還有一台小火炮在這裡 上方這裡西西里還有在強寶喔 上面西西里的城堡是沒有停過的 那這邊伊索比亞是被迫一直往後退縮陣線 而且自己的村民又死了一大票 因為這裡都還有分一些騎士進來騷擾 大金特衛兵也是直接直闖伊索比亞事任中心 感覺沒救 硬坦火炮 來阿你射阿 我薩金特流氓有在怕你的現實嗎 沒有 好不好 強弩兵完全射不動 而且還是伊索比亞的喔 還是伊索比亞的喔 加百分之十八的攻擊速度喔 射不痛 完全擋不住了 家裡都爆炸了 OK 當比賽跟各位帶到這邊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西西里這樣子表現 我覺得還是蠻好的阿 我覺得打得真的還是不錯 好啦記得點贊 支持一下這影片跟系列吧 那反正 持續都還是會跟各位帶來更多是伊索比亞的比賽 我覺得 一定要做這些影片就是希望各位看得開心 然後邊看比賽可以邊吸收一點知識 不管你有沒有打 我覺得各位能看懂比賽 然後從這些比賽中去學習一些經驗 多少對對你都是玩這遊戲有幫助的 就算你沒玩 你也可以看得比較開心 那這場比賽 嗯 我覺得西西里這裡打的單位應對真的是不錯阿 那只能說伊索比亞這邊的兵種真的被克的蠻嚴重的 但他有什麼辦法呢 對就是他的長相兵本來打他就不痛嗎 而且一開始也沒有掌握到優勢 主要是伊索比亞主要是他 職程上去 好上去之後那些努兵過來騷擾 他其實沒有在城堡時代佔到太多便宜 那這代表說伊索比亞那些軍隊其實過去並沒有特別造成 西西里的什麼重大經濟打擊之類的沒有 西西里還是發展他的 他頂多就是旁邊那些民房被拆掉之類的 沒有什麼差 那直接被應對嘛 西西里就直接出騎士 那伊索比亞也是直接出槍兵跟他打 但就是因為那減傷其實 就是有差啦 那大量交換下 你長久交換下 你省掉的省掉那些 額外殺傷的攻擊 都可以換成不錯的戰力比 那最後就是 我覺得後面後期啦 帝王時代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就是西西里派那個重大 重大騎士進來繞了一圈 伊索比亞那波經濟爆炸 導致他前線的單位都續機不起來 好續機不起來就算了 那個頭子車 西西的頭子車 一路從城堡時代 活到帝王時代還變中型頭子車 那些強弩兵射什麼都射不太動 清奇 六點防禦 而且如果他真的強弩夠多的話 西西里其實會直接上那個 桌子架 就他直接出十字軍東征 所以是能重新坦七隻薩金特衛兵 而且是精銳版本的 因為他已經升級精銳了 這一波衝過去 伊索比亞完全沒有資源可以應對那些單位 就只能投降了啦 我覺得這個失誤是多重造成的 就是不管是中間控兵失誤 還是 還是那個 一些兵種選擇 或者是騷擾的失敗 前壓的失敗 都造成這一連一連串的效應 導致最後其實越打越虧哦 好啦那今天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邊了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精彩的162對戰 我們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